台湾海巡署声称 8号在澎湖海域发现了一艘所谓越界的大陆渔船 随机紧追并且强行登检 过程中大陆渔船主机海水棒受损 一度有进水的情况 渔船上9名船员连通渔船 在9号被带回澎湖七美港调查 台湾海巡署声称 8号上午在澎湖七美海域 发现一艘名为越南澳渔的大陆渔船 有所谓的越界情形 因此实施水泡驱离 海巡船艇紧追大陆渔船 双方船艇发生碰撞 海巡人员登上大陆渔船搜查 渔船上游9名船员 渔获约1000公斤 海巡人员最实施紧追强靠控制该船 为该入船因主机海水棒受损有进水的情况 故先以抽水机协助抽水机堵落置疑 由于海巡不加脱带过程中 染神多次断练 大陆渔船连同9名船员 9号被带回澎湖七美港进行调查 凤凤华威士兰金图纪敏怀台北报道 372号 0 2 Hosp login